7月19号我家那个大金空调不自然了 然后我老婆百度搜索引擎 搜索那个大金24小时客服 然后搜索出那个所谓的山寨大金 夏先生家使用的是大金空调 他说当时一时找不到售后卡 妻子通过百度搜大金空调售后电话 搜到了一个400开头的电话 打了过去对方自称是大金空调售后 采访时再通过百度来搜 已经搜不到这个号码了 第二天找了那个安装师傅过来 然后他就过来看 用什么一个像体温计的东西再量一下 他就说福利洋没有了 加福利洋 然后他就出去加 出去加以后 但是我们账母 我不在 我老婆和账母娘在 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 反正就是装冷煤的那种瓶子 然后他过来进来之后 他拿了一个东西 然后就这么踩上去 就踩了一下 然后他就就弄出去了 然后我 因为我也不懂这个东西 他人出去了吗 没有 他就人就这样子 人在里面 他就是这样子弄了一下 小姐你过来过来 就这样子弄了一下 然后就 拿了个什么管子是吧 就是一个这种气压瓶一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拿了一个管子一样 就穿到外面 然后他就人就进来了 然后我说是不是 那个福利洋没有了 他说是要加冷煤 然后我就人到客厅 我说他这里再弄了 我就不管了 我就到客厅去了 夏先生家在12楼 记者从阳台窗户探出头绪 窗户外面 除了几厘米宽的窗台 几乎没有落脚之处 而且压根就看不见空调外积在哪里 他说加了六个立方 他说一立方是120块钱 然后加上那个上门费150 总共870 付好以后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到了8月17号中午 空调又出问题了 然后我通过我的那个手机公众号 搜索了真正的那个大金客服 他下午就安排了那个大金空调 是我过来修 他就用那个电脑仪器来测 他说你这个空调是好的 只是散热问题 然后福利洋是不用加 没有漏 他说要加也不用加六个立方 只要加一个立方就好了 夏先生介绍 当时大金空调售后的彭师傅 处理了一下散热就走了 连钱都没收 记者从楼下往上看 空调外积就装在窗户旁边的百叶窗里面 如果人站在上面 给空调外积加福利洋 感觉难度比较大 那按他的介绍的话 要怎么来加这个福利洋 要人出去 有一个人辅助 他这个绳子掉牢 然后那个人把他拉牢 然后要把里面的螺丝拧开 福利洋上面外积有一个螺丝的 要拧开 你们这个外积到底在上面还是下面 这里下面 根本看不见 看不见的 因为还有一个百叶窗 你要打开的 所以说很难弄的 一定要有两个人 说他加福利洋那件事 我是不认可的 不认可的 对 因为那个地方按正常来说 你人头探出去都知道 机器在这么里面 对 你在里面怎么去把它机器打开 并且加福利洋 对 好好好 而且一个人不行的是吧 一个人不行的 一个人不行的 不行的 好的 现在没 要不要要不要 黄金也在你们家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 他们也看过了是吧 对对看过 对 是的 彭师傅说 碍于公司规定 他不便接受媒体采访 但他可以肯定 以现场情况来看 在自己之前上门来的那位师傅 单个人是根本无法完成 加福利昂的操作的 山寨的大金空调师傅叫过来 我就说 你有没有工作证 他说我没有工作证 那我说你为了穿制服 他说我制服是网上买的 我说网上买不犯法 不 我就喜欢网上买 然后 他那个 他穿的衣服上面写的是大金 大金 对 然后没有工作牌 因为应该有工作牌的 夏先生介绍 当时征得大金空调 售后彭师傅的同意 拍了他的制服 包括公牌 夏先生说 那位他认为是 山寨大金空调售后的师傅 当时也穿了同样的制服 但衣服上没有公牌 派手名说 你过去给我示范什么家 他就是 你就是那个 阳台这里 手伸出去 派手一看 手根本伸不出去 你要爬出去家的 但是他还是不承认 后来派手跟我说 你们要么找那个 找那个消费者协会 我打了 消费者协会说 没有企业名字跟地址 我们凭着电话号码查不到 目前能确认的是 夏先生妻子当时在百度上搜到了所谓大金空调客服电话 并不是真正的大金空调客服电话 大金空调售后的彭师傅也认为 以现场情况一个人是无法独立完成贾弗利昂的 那么一个月前上门服务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夏先生联系了一个月前上门服务的徐师傅 不管怎么问对方的回答都是说个人 你人现在哪里 我在复养 在复养 我们是1828黄建的记者 怎么了 徐师傅 那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大金空调的时候 挂掉了 挂掉了 你再打过去 挂掉了 徐师傅挂掉了电话 夏先生再打过去 对方就不接了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 对方也不接 夏先生又当场回播了 妻子在百度上搜到的那个400客服 尊敬的用户您好 欢迎这边售后服务中心 我们以最专业的技术 最真诚的态度 他没说大金 电话正在接通中 请稍后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你们是大金的售后客服吗 你好 今天姑娘是莫连 你是不是大金的 我不是的 我们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 对 那为什么 我7月19号电话打来 问是不是大金的 你们说你们是真正的大金客服 现在又说是第三方的 你打电话倒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那我就请问 你们是不是大金的 不是 第三方 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第三方 但到底是哪个第三方 对方不肯透露 我问了他想跟你 签你三百块钱 三百块钱 他根本没有加六个立方 只加一家都没加跟你说 为什么要退 你这个你不管人家加没加 他是不是真就你无意的 我问你呢 是没有 你没说话也太搞笑了 是不是 你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 企业是在哪里的 你不用我哪边 你很想让我给你讲中文话 不是 记者跟对方也进行了沟通 黄金眼 浙江电视台 啊 您这个地址在哪里 能告诉我们 地址在杭州 杭州哪里 杭州哪里 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班来拜访你一下 可以啊 那你告诉我们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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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喂 你说啊 我听到啊 你弟子告诉我吧 弟子告诉我一下 什么事你跟师傅 跟师傅协商去 知道吧 你是堂堂做生意 有什么关系 我们上门来跟你协商 你是威胁我是不是啊 不是威胁 问一下弟子怎么叫威胁 不是 我问你小伙 你是在威胁我 我的意思是你弟子告诉我 带着你的客户上门来 帮你协调一下 没有什么协调啊 这个地方 我想退钱 还是这么讲的啊 还赔你钱是不是啊 你要说要赔多少啊 我问你要赔多少 那你们到底有没有冒充大惊社后啊 哪个冒充你 人家又没穿工作服 又没开大惊的站 他穿工作服的 他穿大惊工作服的 你这个问题 我感谢你这个人 我有骂讲运不好的 你骂像傻XX样 你不要骂 你不要这样侮辱你的客户好不好 你刚才骂你的客户什么 我骂这么的那你不听好吗 我讲的我没讲错啊 我觉得你 那我可以那个通过百度来查一查你们到底是哪里的好不好 你要查你今晚查 我讲你要这些也可以 要是喂山又喂山 要喂水喂水 你要把事搞多大 我陪你搞多大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百度公关部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此事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